大阪 32 小时 Hello 大家好 欢迎回来我的频道 今次我们是去大阪 今次大阪旅程会有点不同 因为今次即将会和五位不同国家的 content creators 一起explore大阪 所以和以往大家看到的 吃爆东京 或者吃爆台湾 会有点不同 多谢大家一直支持我的旅行片 今次很开心 Caption by Hiya Namba Osaka 邀请了我去大阪市中心 试着他们在南坡的新酒店 我即将会和大家开箱 究竟这间酒店有多棒 我现在就在门口的位置 大家看到是很阔落的 门口进来之后 转了就是洗手间 大家看到这个用色的设计 很有想法 很有自己独特的风格 一个圆形的镜 然后用一些绿色的瓶砖去做拼色 然后它也会有很多图片的元素 在这间酒店 基本上它空间感真的很大 对于日本酒店来说 这个厕所真的是我住过 数一数而比较大的酒店 大家其实可以看到 很多细节上的东西 都很有心思 例如这些水龙头 设计是很特别的 特别是我这些设计图计的人 看到这间酒店 我自己进来 很开心 后面这里就是棋缸 棋缸也是不算十分大 但非常OK 浴室的这些选择 其实都很漂亮 很有心思 很干净 很minimal 这里有个汤门 可以关上 重点就是我这个City View的房间 一张很大的商人床 大家又会看到它后面 又用了绿色和这个Graphic 去跟厕所做一个陈塗 床架也是很有设计 沙发也是配合设计 这个是一把劍的细节 好有趣 它就是这样给你掛衣服 也是很有细节 所以有质感 然后这里就有个Pantry仔 有些茶包 咖啡 这些基本的东西都会有的 然后这个就是冰箱 这个就是我看着的景 退后给大家看 它就是一个落地的大玻璃 他们坐着看着这个景色 吃东西 休息 或者做东西 这里有一些 我相信是磁石的 好可愛 它是一个磁石的board 所以你就 这个是不可动的 ok 这个都很特别 没有事 我看到一个酒店 房间里面有磁石的board 然后电子 就是在床的对面 酒店大堂有一个自助check-in的位置 其实都挺方便的 铁铁站都大约是5-6分钟路程 杜顿斧 或者心齋橋的旅游景点 其实都是附近的 换回衣服 化回我的妆 这次这个旅程 主要是和几位不同国家 飞过来的朋友仔 一起试试一下这个大阪 待会下去再见 你好 大家好 第一间我们meet up的餐厅 就叫做阿卡阿卡 其实阿卡是拉丁文的意思 即是盒子的意思 因为这里有100种啤酒可以试到 包括我现在看这个draft beer的menu 就已经有7种啤酒来自大阪 我为了想试多点 所以就叫了beerflight可以一次过试到三种不同口味的啤酒 Cheers Cheers 好了 那我现在就要试一下这个啤酒 那我试了这个2毫先 那就是一个great fruit的味道 一落到地就喝啤酒了 Cheers 嗯 This is so good It's a great fruit one Yeah 嗯 IPA都很好喝 3 三 2 1 Hey Hey This is so cute Cute A ju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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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I'm ready ju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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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ather在這個Cloud Table 一邊吃飯 一邊看一個Comedy Show 是我第一次看Comedy Show 聽說這個歌的表演嘉賓是在日本 非常出名 開始了 都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其實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大阪在日本 是有搞笑之刀之稱的 在1912年的時候有對年輕夫婦 開設了一個表演劇場 叫做《吉本興業》 主要是做一些搞笑的劇場 隨著科技發展 之後就把這些搞笑的Show 延伸到電台、電視 到至今打開大阪的電視機 都有很多搞笑的Talk Show 所以有很多搞笑藝人 其實都是在大阪裡培訓出來的 這次我看這位搞笑藝人BangB 其實就結合了少少魔術、雜技 和他搞笑的元素混合在一起 所以我看得很開心 給大家看一些精彩片段 3、2、1 啊!!! OMG 第一次見到很厲害 我晚上就選了這個 Beef ball Beef ball Beef ball 甜品我就選了 Creme brulee Beef ball 嘿嘿嘿 現在是晚上的9點15分 我現在的計劃呢 打算去這個扭蛋店看看 會不會有我上樓的扭蛋 我就會介紹兩間 我在心齋橋 我希望它還沒關 我覺得是必去的扭蛋店 真的那些款式是相當之多的 所以現在我就慢慢慢慢走去 其實酒店都是在心齋橋附近 所以就非常之方便 其實兩間推介的扭蛋店 都是在心齋橋很著名的這條商店街 第一間叫做CPLR的扭蛋店 希望它有我上樓的東西 我覺得它和我上次去的那間有點不同 剛剛看到這裡有個花牌 這間是新開的 再走前一點應該有一間大間一點 所以大家如果看我的IG Reels 這條街是有兩間的 剛剛我去的那間是新開的 這間是紫色的 剛剛那間是黑色的 還有剛剛那間真的很熱 完全是沒有冷氣的 這間應該會好一點點 這裡的扭蛋機 是真的會看到有一點點眼花瀟亂 如果你有這個target的話 就要很仔細很仔細地玩 我也是找不到我想扭那樣東西的 雖然我已經在IG Reels 這個地方有介紹過 但是也在這裡再介紹多一次 其實這裡是一間扭蛋店 大家看到下層到上層 都充滿不同的扭蛋機 有朋友問 哇 這麼多扭蛋機 一定有重複 其實基本上我在這裡扭蛋 都沒有看到很多重複的機 款式就是包羅萬有 包括有動漫 食物 文具 至卡通 都有 我想說這裡是越夜越多人 我當天在10點多來到 晚上是超多人超迫 因為我太晚來的關係 大宇南館已經關掉了 但不要緊要我展示我上次電話的 給大家看看 這裡最特別是有電子扭蛋 但它不是所有扭蛋都支援 除了電子扭蛋之外 也有很多其他平常的扭蛋機 扭完第一層 記得上第二層 因為還有更多的 好可愛啊 它是按 它真的會掉灌東西出來的 先扭一下 ? 現在是晚上11點多 最重要的就是 但我要展示給大家看我的戰利品 就是我的扭蛋戰利品 本來我跟自己說 上次真的扭了很多 不可以再這麼瘋狂地扭了 但是還是忍不住看到一些很有趣的東西 大家就這樣看這兩塊東西 看不得出是什麼來的呢? 其實就是平常乘坐地鐵巴士卡的東西 這個我都覺得很不軟 fending machine 這裡打開蓋子 然後就可以把這罐汽水放進去 然後呢 按一下 它就會掉下來 打開蓋子 就會看到 我覺得這個是做得挺漂亮的 不是一張卡坡 不是就這樣一幅畫 它真的是一個3D的模型 然後呢 就是一個最吸引到我 就是這個 水團軍 和這個富士山 然後我真的 一扭就扭到了 超開心 水團軍和富士山的圖案 然後這個呢 其實就是 Kurumi的公仔 你看到它有這個超級可愛 Kurumi的掛飾 可愛 我覺得日本有一件事好的 就是它滿足到我這些 很喜歡無聊的東西的人 我的朋友都會經常跟我說 為什麼Asia你這麼喜歡買這些 這麼無聊的東西 今次來到大阪也有些時間 可以讓我去扭蛋 所以實在太開心了 Hi 今天是我們的第二日 今天我們的行程會非常豐富 但是現在第一件事就是 下了去吃早餐 我需要我第一杯咖啡 可以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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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上是歐斯卡人 人們認為東京人 人們是挺有趣 歐斯卡人們 其實是很可愛 Amba Grand Kagetsu 它是像是一個 stand-up comedy theater 你會看到這些人 在那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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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斯卡人 歐斯卡人 有很強烈的影響 歐斯卡人 在那些人 歐斯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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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那些人 歐斯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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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時我們去日本餐廳 吃飯 我們會看到很多 食物的 即假食物的 sample 我想說 這間店 是全部 都是賣這些 食物的模型 整間店 都是這些 超可愛的 大家可不可以 看一下這些 飯糰 還有這些 海鮮類的東西 It's so cute 我剛剛想說的 就是這些 平時我們在餐廳 會看到很多日式 食物的模型 其實在日本的文化 是非常重要的 然後我們今天下午 就會一起做 啤酒 其實這些全部都做得很像真 基本上 這個購物的地方 大家可以看到 這裡有很多 刀 賣刀的店 然後也有很多 我都是賣 比如一些 茶具的 店 都有的 主要都是賣廚具為主 所以如果你說 真的想來 去買一些 日式的 廚具的話 我覺得這個地方 就很適合 大家看到有個船 因為呢 我們下午要釣魚 大家可以看到我前面 都有一個很大的 魚塘 充滿海鮮 魚 其實這間餐廳 可以讓我們自己 去釣魚 旁邊已經有人在釣魚 我面前 都有很多不同種類的海鮮 而且這間餐廳很大 它中間有一個很大很大的船 OK, Let's do it Let's do it Let's do it 來啦 來啦 都是沒有的 是沒有的 等到天風地露 都不吃我過你 跟大家報告一下 總結是 釣不到的 嘩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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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t's too far You look like you're in full concentration mode I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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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食 因為你 你的 好食 因為 牠吵 媽媽,你很驕傲嗎? 女兒子 說韓國語 對 我們就要體驗一下做日式Fake Food 的workshop 這樣 外面有紅色的薑 這些細節都要畫 然後又用牙籤畫 綠色這些圓古綠的位置 很美味 我想說一下這間酒店其實不錯 如果是帶小朋友來的話 其實我覺得是挺適合的 一家大四的話 因為其實每一個星期每一天 都會有很多不同的活動 好像今天這樣 星期一就是這個Fake Food的workshop 不用付錢的 很期待它乾了之後 就會真的像真正章魚少演子的樣子 而且它可以變成一個鎖匙球 我們一起看看其他人做的 對 可以示範 可以示範我們嗎 我們從 Zebra到 Nemo 這不是很好 大家 在這個workshop 請選擇的 Takoyaki 除非你超級藝術 像我 Hiroshi和我 請示範 我現在有些free time 我就來了一間飲茶的店 其實它最主要就是來吃這個沙冰 哇 超漂亮 OK 謝謝 哇 好漂亮 這個Presentation 所有的器皿 都是超級漂亮 我點了一個熱的Masha Marte 然後這個就自己淋在裡面做的 我點了一個black tea的Syrup 是一個沙冰 我點了Mini 其實大家都看到它很大 我覺得我首先要吃了沙冰 因為我太硬了 所以它沒有抹茶和開朱茶味 是我最想吃的味道 它都沒得吃 而且我本身以為就這樣加這些Syrup 會不好吃 所以我覺得它這個Syrup 它不算很甜 但是它的茶味是很濃的 香港那些多數是有牛奶 但是這裡的沙冰就是用水 就是很水質的那種沙冰 嗯 好好喝啊 哇 它這杯Masha Marte很滑 它的甜度 還有它的奶 還有它綠茶的味道都很香 加上這杯Masha Marte很好喝 而且我喜歡它這裡 所有的器皿 全部都是陶瓷 而且它是很不規則 很有Style 來這裡吃甜品應該會覺得很開心 而且我覺得它這裡如果一個人來 是挺friendly 因為它很多巴桌的位置 可以自己坐在這裡 慢慢享受你的時光 所以我上一次沒有來到 這次就有機會來 所以就很美味 晚飯我們去了這間叫鐵板野狼食 鐵板燒的餐廳 我想說它這間餐廳的氣氛超好 而且它感覺是很不有客 很本地會來的餐廳 在這裡吃了很多人生沒吃過的鐵板燒菜 這個就是一個豬肉 它是有一些淮山的漿包著的蛋餅 豬肉很軟 很軟 很軟 沒問題 沒問題 像其他韓國人一樣 死仔包 媽媽說的 死仔包 哈哈哈哈哈哈 哇 大家可以看看這個芝士嗎 還有這個鐵板燒 哇 很好吃 這個芝士包著薯仔 然後再點鐵板燒 我們現在要試一個茄子的Sashimi 它是Osaka產的一個茄子 是完全沒有煮熟的 是生的 乾杯 蘋果 我的天啊 那個芝士的味道很像素 興趣 有時候呢 做 content creators 就是有很多 burn up 或者迷失的時候 透過這個旅程 可以認識到更多不同的 creators 原來大家都有很多 struggling的時候 或者是有很多迷失自我 或者是不知道自己想做什麼的時候 那很開心在這個旅程 都跟很多人一起聊天 好像有一個朋友聽你說心事 但他又完全明白你說什麼 也都再次衷心感謝大家喜歡我的旅行片 那如果大家喜歡的話 記得幫我like和comment subscribe我的channel 那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